海涛法师 红发型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熄了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熄了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未安的天空变得清廊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算因缘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在新殿大明讲堂 礼拜了梁皇宝灿大法会 几位祖法法师轮流祖法 梁皇宝灿圆圆满 今天做大蒙山 大放生 大烟共 大共养等等 而且今天 又是地藏菩萨殊胜加持日 也叫一亿倍功德 所有的功德 都只是为了这些受苦轮回众生 我们是人 但是我们也是在轮回当中 大家都知道自己会生老病死 就像我自己也常在问自己 我会得癌症吗 然后我得癌症的时候 我怎么面对 面对自己 以及面对别人 像我每天坐车坐来坐去 我上车就觉得说 怪弄戏 这个是唱那唱那都会发生的 所以我几乎在车上再怎么累 我都睡不着 因为弄戏 所以呢 不光是我 我看到高速公路 大家开车开这么快 好危险 大家不知道 在唱什么 要去记录世界吗 那这个就是 生命就是有这个恐怖 所以我所有轮回的友情 包括我们自己 都是在轮回痛苦的逼迫 而且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了 所以我坐在车上 我看到前面红灯亮了 我就会 我怕对方还在睡觉 但是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不一样 有些五十公尺就开始要刹车了 有些到三十公尺才要踩刹车 对不对 有些计程车司机 已经快到了 他才 我又不会开车 我的意思是说 生命就是这样的恐怖 无奈 就像各位结婚 以为是安定了 找到幸福了 哪里知道痛苦才开始 怀孕快乐快乐了 然后呢 痛苦又来了 那这个世间 每一个人都离心外囚 所以就永远在这个痛苦 就像我出家是两个姻缘 一个是我妈妈突然宣布生病 大家都知道 让我觉得我很没有办法控制 就像佛讲 诸法无我 不是你能主宰的 再来生一个小孩子 非常爱他 凡夫都是这样 非常爱自己的独生子 我有一个独生子 但是我就非常痛苦 因为生命很脆弱 而且未来的世界 又怎么不单纯 所以让你觉得 再多的钱 再高的地位 再高的享受 那最爱的你也没办法帮助他 对自己也知道 自己也是在这种痛苦 逼迫的状态 所以 所有众生都是如此 所以刚刚我在拜的时候 我看到释迦牟尼佛 好像在掉眼泪 刚好有两道光 再在眼睛下面 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各位在唱这个 廉此战的时候 佛陀看这个世间是苦的 所以佛陀 希望我们大家 念一下 普愿离尘埃 好不好啊 佛陀真希望我们大家 所有众生赶快离开 这个红尘轮回的痛苦 所以给我们讲了 佛说阿弥陀经 也希望所有廉此海会 佛菩萨的慈悲 接引我们 接引无量无边 早上各位也招请 我还没有来 我也看着手机在那边招请 我看到每个人招请的 都是自己的人比较多 我的祖先啊 我的冤亲在主啊 我是这样想 但是 各位更要发起一个悲心啊 我们懂得招请自己的 父母祖先 更要招请那些 很可怜的非洲的 无间地狱的孤魂的 所以被压在海底的 昨天报纸上 在1942年 有一部日本的航空母舰 叫 加什么号 加勒 加赫号 然后呢 终于找到他的遗迹里面有811个 但是呢 这艘船却找不到 就好像就有一个被 被这些众生压住了 他没有办法得到超度啊 所以来 法会功德 招请所有 城下的军舰 不分国家 所有亡灵 沼头离苦 当然这一定有一个业啊 这一个亡魂死在海里面 他被压住不得超度 这跟过去一定有业 所以 只能祈求佛的加持一样 奥切拉底的沙坡赫 让他们呢 能够来临法会 这早上我还想了 因为我最近一直写牌位 那叫中华民族 历代王朝 所有皇帝 及其眷属 及其部属 战争死亡 各种军人怨魂 同来法会 放下执着 往生净土 那我想 不单是中华民族 世界各民族 世界各宗教 因为很痛苦 一个皇帝死了 他的心还没死 一个皇后死了 他的心也还没死 所以一只动物死了 他还在恨 一个堕胎小孩 被堕胎了 他也要恨 你把我堕胎 我下回 我要找你 来来去去 他也苦 对方也苦 两边都痛苦 这个就是我们 佛陀 视线在这个 视线 告诉这些 所有轮回友情 但是佛陀 讲道理 讲那么多 我们也不见得 听得下去 佛陀 给我们讲 苦极灭道 佛陀 给我们看到 这个世间的真相 没办法 所以只好 给我们讲出 阿弥陀经 要我们 就像一个人 你去 昨天我去看一个地方 新竹 因为要成立新的慈悲分会 还有元起国旗会 结果进去里面 刚好 有一位功德主 带了一个 他的朋友来 进到里面 那个朋友 就在哭了 然后我看他眼睛怪怪 跟刚才不一样 哇 被附身了 那我是出家人 当然要找我 疏忽 疏忽 然后他在这边哭 他说他住在那里面 一间空的房子 我们要把它租过来 原来他在里面很苦 自杀在这里面 那我第一个想法 一定认为是 我本来今天没有要来的 这就是莫名其妙 然后就来了 这个叫缘分 缘分 这个房子租不租 我认为不重要 既然来了 有个自杀亡灵 那我来超度他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说 但是跟他说 旁边那个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自杀 我说你不要问这个问题 你问这个问题 只让他更伤心而已 我只马上跟他讲 极乐世界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没有讲他 因为我生小孩 我观想得很快 我生小孩很苦 我妈妈得癌症 很苦啊 所以我要出家 因为活也苦 死也苦啊 我顺便就讲到他了 所以呢 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 因为我引导他们去净土啊 旁边还有些孤魂 居然那个 他还透过弯 透过那一位 会被附身的世界说 你为什么要叫我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去 对哦 这个问题很好 所以我就跟现场的说 我们没时间了 我们现在观想一下 极乐净土的花草树木 功德水 这么庄严 那边太好了 就要跟他观想 所以我这样的意思说 为什么我们招请以后 马上要念廉词战 不管你是东苦西苦 很多老菩萨来问 打坐的法师啊 或是他要讲半个钟头 你听我讲哦 我都问他说 你到底听就好了 他不行 他要描述这个痛苦 所以当然了 我只能说告诉他们 你在这边也苦 我在做人也苦 我们要开这个中心 就是要帮助这些 有钱没钱 有形无形的痛苦众生 你也是痛苦之一啊 虽然你比较有福报啊 躲在这边 这边没人干扰啊 但是你也是 没饭吃啊 肚子饿啊 生病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不生病哦 没有厕所哦 有医有死哦 如何如何 我讲了一个 让他可以去的 特别那个自杀的 我跟他说啊 我现在带你来拜 看我一眼 拜什么 拜你的爸爸妈妈 因为你自杀 你看你爸爸妈妈 老干扰 所以超度 不是光超度你 因为你爸爸妈妈 因为你自杀以后啊 他一定想到你就哭 就很痛苦 各位你要感动 对方的心啊 不用去问他 为什么自杀了 然后呢 希望他生起这个 惭愧心 也生起这个 希望他爸爸妈妈 也离苦的心态 然后呢 再提到 也要生起 对其他有情众生啊 看到这么多孤魂啊 你不愿意在外面